大家好,我是明板 这节我们开始第五节 抓取图片 这节我们的例子 是一些小狗的图片 我们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到浏览器地址栏粘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节有很多小狗的图片 好,我们开始讲 这一节目标是我图 大家看前两节都一样 第三列是一个小狗图片的链接 好,我们还是开始这个步骤 同样的也是一二四五个步骤是一样的 我们只讲第三个 但我会全部演示一遍 第一步打开 Lap Script 创建SizeMap 名字去GoGo Go StartUR 我们从地址栏复制粘贴 然后点击 我们的名字就取名图片吧 Type 我们选 Image 图片 Image是图片的意思 Select 我们点击Select 它弹出这个对话框 这个工具框 大家注意看 这个有时候它会图片会把这个挡住 这导致我们有时候点点这个当Select 的时候会 会有点困难 就是我们上下移动一下 好,我们开始点击Select 点击第一张图片 大家看它变红了 我们点击第二张图片 它也这个外框也变红了 我们发现下面全部都变红了 好,我们点击当Selecting 然后Multiple我们选中 Element Preview看一下 它是全部都选中的 Data Preview看一下 我们复制一个 这是它的复制一个 我们重新打开一个窗口 回车 可以看它就是某一张图片 好,我们关闭 Delete我们设置2000 保存 好,我们第四步 开始抓取 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我们等它抓取完毕 好,抓完了 我们刷新 导出 我们查看一下 勾勾 好,大家看第一列第二列都一样 第三列 我们直接点击 好,它是这个图片 我们如果想要把这全部下载下来的话 大家可以把这一列复制起来 用那个 圣灵或者其他下载 下载列的软件来下载这个 好,这就这么简单 再看PVT里 这一届 基本上就是 Type我们换为Image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和前面一模一样 CSV文件 我们就 刚才已经讲过了 最后一列 就直接是那张图片的网址 我们点击就可以到那里去 这个就不讲了 我们要把这个多练 练上四五遍 OK 这节完了